猪皮它有个讲究 不是什么地方猪皮都能用 它要背上的一条 为什么 它这个地方它就比较厚 像我们的呢 你就这里一倒 你就能看着说 这里薄 慢慢慢慢到这里之后 猪皮就开始厚了 就是所以要的是最厚的这块 所以这块就是猪身上最好的那块 最厚的 精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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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就是用来制作 我们最常吃的猪皮冻 不过想要做出口感绝佳的皮冻 杨大哥必须把猪皮 放在热水中焯一下 这样才能让猪皮上多余的部分 清晰地显露出来 方便去除 过水是起什么作用呢 是取里面的肥肉 猪皮它一过水 它会起透明的作用 肥标马上就卸出来了 对对对 你就知道哪个地方需要挂 慢慢 压楼 对 刀也压了轻轻的 对 你看上面这一层白的 我们看着好像没多少啊 你骗的时候发现它上面确实 还是有一层比较厚的 然后我这儿再刀斜一点 给它切下来 续完之后它就是完全透明 特别好看 对对对 你看 就明显 对对 这是之前和之后 如果有油的话 就是做不好那皮冻的 口感就不好了 附着在猪皮上的油脂会直接影响肉皮冻凝固 这是因为在加热时油脂会混入充满胶质的汤中 稀释胶原蛋白的浓度 在皮冻审审美这件事上 北方人更钟情白色透明款 但对浙江人来说 加入了酱油的棕红色皮冻 才承载着它们浓浓的香稠 熬至三十分钟 汤汁变得粘稠后 就可以倒入容器里冷却 此时细心的杨大哥将每一块猪皮展开铺平 以追求猪皮冻的美感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